今年股市已经上一万四千点 万事如意 台湾在我们说70年代那时候 股市也有一波的高峰 那时候创造所谓举世文明的台湾经济迹 曾卫姐 那时候的股市到底疯到什么程度 那一段时间虽然本人在 还在学校念书 但是说实在的 这里面的盛况说实在 当时非常的让人很exciting 就是为什么我后来 即便中文系毕业出来 一定要接触股市的原因 你知道那段时间很多人知道 台湾基因靠胞 第一次听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而且当时他创下整个台股 目前为止12682 当时30年前 唯一一次重要的一个天价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时常常讲一个slogan 我后来问了很多的前辈 因为那段时间钱居然这么容易赚 有一句经典台词 我想师聪一定都听过 这随便买 随时买 随便买 不要卖 这就是对股票这样子做 那第二个呢 可是师聪跟你讲过 买是徒弟 卖才是师傅 没错 但是很多人居然说 那段时间你不要卖 因为你卖了 其实就等于亏了 那是那个时害的时代盛况 那还有人讲说 早上买你就赚 收盘你就吃牛排 天黑黑 对 天黑了 你就去上午听 居然是那个年代 那个阶段三十几年前的盛况 但是当时是那样的情况 现在的情况都不一样了 其实你知道那段时间常常很多人说 是不是要到一万五千点 一万五千点感觉只迟在旺 就后来过了八个月之后 变到两千四百八十几点 所以我只能说其实 这整个的盛况是非常空前 就像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得到 在当时那个盛况的时候 你看 这弟弟啊 这整个营业耗子 全部通通都是人 这塞满了多少人 可是你知道八个月之后 居然是右边的那个情况 那里面关键点在哪里 其实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股市会涨一定是热情 所以新台币 新台币是太关键的指标了 当时那个阶段 我相信萱董那时候都知道 它是从四十块 直接一路升到多了 升值到这个二十四点五 那当时升的飙升幅度非常大 你知道当时整个带动整个全台湾 股市你知道涨 加全指数涨二十倍 当时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 想起来就好开心了 我跟妳讲当时我们公司的蔡总 正在名张蔡总 她说她那时候亲眼见证过 股市在一千点以下 所以当时的股市居然从636点 现在后来飙到一万两千六百 八十一六二八二 所以你就知道说当时有多疯狂 而且股市的资金 它是同样的资金 它带动滚东市 它带动房市 房市涨了十倍 所以有人那时候就讲 一张股票 几乎是可以让你买一间房 意思在这里 当时的投资人平均一个月 大概赚8.5% 有的人居然一个月之内 可以赚到20% 那个投资报处率非常高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了 所以那边两个礼拜就赔掉20% 当然 可是你要看 这个很高的风险 你最后的情况 欧巴桑 有的人扫地的当场 券商的欧巴桑 有人领多少的年终奖金 一百个月 一百个月 然后连我自己现在的老板 朱诚之朱董 你知道他当时 第一次出来当副总 在券商当副总 那时候他在翁大明的旗下 当过他子公司企业 他说领92个月的年终奖金 他一个副总当时 每个月薪水已经很高了 所以你就知道当时有多么的疯狂 所以你知道 在这个情况下 每个人对于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会想说 这个虽然八个月 这个后来摔得很惨 但是这一波的行情 我相信它是很扎实的 有它的这个科技方面题材 各方面的一个题材 但是我很想知道 今天宣董 我也很想知道说 你也当时经历过那个年代 风华年代 最该赚宝宝的那个阶段 你本身都经历 当时我还在学校念书 所以那个宣董 当时的情况 你后来现在再怎么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机会可以上 一万六五千点 一万六千点 你怎么看 我想就是这个股市的这个点数 一定要是靠实力来支撑 那有一些变化是一定的 那在变化之中就很多机会 所以可以造就这个很多喜怒哀乐 但是回到产业的本质的话 就像我刚刚讲的 整个展望明年 还有这个短期的这个未来 我们是有 我们的结构性上是非常的良好 所以宣董的意思是 至少到明年 大家都可以笑嘻嘻的 来赚钞票了 我 这个大家都叫我死多头了 因为我一向都是往前看 尤其我们做IC的 那IC呢 是这个创造功能的 是 所以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呢 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不知道 而且现在想得到的东西呢 隔一阵子就出现了 而且来的都比较快 那在台湾就是有这个本质 动作动得动得快 那宣董我这么讲啊 我们说70年代那次的股市破万点 很多人说他是虚胖的 就是所有人就是钱往里面 一直砸一直砸 一直砸一直砸嘛 但是这一次呢 因为有科技类股嘛 有所谓的半导体嘛 IC这些所谓的领头羊嘛 所以我们这一次跟上一次比 这一次会比较扎实 我想这个在上一次的话呢 有很多这个人实在太热了 所以完全不知道的呢 就在这个投资股市了 而且呢 很多这个消息啊 分一层两层啊 就可以散播 所以呢 一大堆外围很远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所以有人说这个 你完全觉得他不应该到股市去的人 他都在了 那那个可能就是有问题 那现在资讯啊 传播很快速 有那么多分析师 然后媒体的这个传播 所以资讯的传达是非常快的 所以宣董 很多人说 其实连电的发展过程呢 就像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史的缩影 可不可以讲述一下 当年的盛况呢 还有您自己有进去过耗子过吗 这样子 第一个 我们是的确是经历过全部 现在的公司要去上市啊 上柜啊 都很难 当时是拜托我们上市 当时怎么样的情况呢 拜托你们上市 对 因为这个政府要推这些上市 上市加速不多嘛 好的公司 良好公司 他就希望你去上市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更不懂 什么叫上市不上市嘛 那就上市了 这个就觉得这个带上市去 可能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上市了之后呢 股东不是天天绑在一起 天天叮你 不爽可以去卖股票 我们经营的会轻松一点 当时可能有一个念头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上市之后呢 这个跌了两个停摆 一上市就跌啊 不是会有庆祝行情吗 没有 13块跌到12块 05 但是投资人不是想说惨了惨了 投资人为什么会认为你会有这个行情呢 是因为这个公司会拉台嘛 都会去坐一下 拉台一下 那我们不懂这些东西嘛 所以没人拉台他们想还了 这个看不懂的公司 他就跌了两支停板嘛 所以我第一次买股票 就是看了两支停板不太爽 然后跟朋友借钱买的股票 所以联电那个时候 同时使用什么样的股票一起在上市呢 我不记得 所以你反正就跟进去买就对了 对 然后你刚刚问我说 有没有经过耗子 我没有经过耗子 所以您是 宣组都在VIP 都在VIP里面 没有VIP 我这个人这个很特别 我不自己不买卖股票 我也对房地产比较没那么多兴趣 宣总那您被称为是联电五虎将之有 其实当年大家都知道是曹董 曹新城 找你进来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会决定 要来一起到联电来打拼呢 很简单 那个悬崖你为什么绝静跳 也不是悬崖啦 就是这个 这个悬崖我也要跳 曹新城在这个公园院的时候 就是招我进公园院的人 我帮他做事 我知道他嘛 所以他需要我帮忙我就一定去嘛 别的事情都不用去考虑嘛 所以二话不说您就直接答应啦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那时候我蛮辛苦的 因为我在电子所还做很多的计划 所以我进连练之后呢 有六个月是做两个工作 所以我当然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这么辛苦啊 哪两个工作 连练的工作也要做 公园院的工作也要做 那我们这么讲 其实我们的节目到现在为止 这个收视率最高的 网络讨论度最高的 就是曹董跟张董 他们两个的余量情结 那他们两个真的余量情结吗 因为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最早提出金元代工的是 你跟曹新成嘛 那最后他们还去找过这个张忠模 张忠模拒绝了 结果后来从美国回来之后 他自己弄了金元代工 有这回事吗 他们真的有余量情结吗 这样子啊 这个余量情结啊 我想在一个球队里打球的时候 都是在队上认真打球 那这个不再打球的时候呢 就不会去介意球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部分呢 你讲这个余量情结来讲的话呢 大家都在球队上的一较长短 这个总是会 所以他们两个现在都退役了 但是重点是你们不同队你懂吗 你们跟张总不同队啊 那时候不同队 现在我们不在队上了 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金元代工啊 是的确是连电提出来的 那时候我和我底下的人呢 一起去做这个计划 那其实我们有两个精髓 一个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IDM拆解掉 变成是这个分工的 然后变成这个制造和设计分工 那时候两个东西一起去推 所以我们就跟经济部建议这个事 那也请了我们的人呢 我在台湾跑这些事 然后这个曹董跟着刘英达呢 去见这个Morris 不是要重点 然后去请教他 宣董你还是没有讲 当年你们不同队 那毕竟你都提出了这个东西 然后被张忠宏打回票 难道你们内心没有一些低估吗 这个有点曲折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提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台积电 那第二个呢 在这个提出来 这个还没有台积电之前呢 这个Morris呢 是我们董事长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很遗憾 这个计划没有在我们身上做 然后呢是这个工研医院 在成立一个新公司 这个拿了这一部分的这个想法去做 对啊 但格尼你看到Morris 就是拿了这个去做之后 内心会不会有一点点 当不爽啊 哪有 当不爽啊 这本来应该给我们做的 但我们提的嘛 好像应该给我们做 被别人拿去做了 大家当不爽嘛 所以后来有个小故事我讲一下好了 我们在董事会里头啊 那我们董事会也有经济部的成员在啊 他就讲了就是说 要我们不要乱了啦 你们乖乖的听啦 工研院这样子 经济部这样就是一个政策啦 那时候这个 我不晓得曹董愿不愿意我讲这一段 曹董就跳起来他讲 我就是孙悟空啦 然后唐商这样 不爽念我的经啊 弄得我头很痛啊 不过我看到妖魔鬼怪我还是打啦 看到妖魔鬼怪还是打 他意思就是说他要做还是要做啦 对对 应该抗议的 要表现的还是要表现啦 不过我们刚才那个 这个宣董啊 用运动来比喻啊 你最喜欢什么运动 打太极 不是 你最喜欢散步 每天在关百货公司 那我最喜欢棒球 那宣董最喜欢的是篮球 我喜欢篮球 等一下宣董 我们要先问一下 您刚刚说 你跟曹董PK过喔 谁比较厉害 当然是我比较厉害啊 因为我从小就打篮球 不是不是 我三岁就打 因为两个都已经是退役选手 可以讲了 我三岁就开始打篮球啊 别的我全部输给他 他比我优秀啊 刚刚讲说我们五虎将 正确的说法呢 我们有四个轮子 一个驾驶方向盘 方向盘是草动 所以你们也不会故意打赢他 还是会让一步给他吗 他就是来跟着我们一起起哄的嘛 所以论球技的话 您认为呢 我是球队的 那他呢 他是他是拉拉队的 来来跟着我们来加油的 跟着我们一起玩的 我跟你讲 你没有打过球 你不知道球队分两种 一种叫会打主 一种叫爱打主 那根据宣董的说法呢 就他属于会打主 那曹董呢 他就属于爱打主 所以宣董您真的很热爱篮球 包括您现在 组织球队 组织的球队就是主科工程师嘛 那你过去呢 包括邀请姚明来到台湾 然后想要组台湾的NBA 包括NBA也在台湾举办 那您对于这个篮球项目的运动 真的是非常用心不盈于力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期望 在这个工程师身上呢 我想希望说这个机油工程师 把这个NBA的水准的比赛呢 在我们台湾让我们直接可以看到 看电视转播是一种 真正看现场完全是不一样 就像说听音乐和去听演唱会 是不一样的事 那我们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 现在看到台湾的产业史嘛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台湾这个关键的时机点 跟关键的地理位置上 我们面对中美贸易战 到底该如何自处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